下一個練習是 納加水產生氫跟氫氧化鈉 納加水產生氫跟氫氧化鈉 來 現在換兩女一男 兩女14號 沒有14號 來 你要24號 然後女生7號2號 7號2號 上來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 納加水產生氫氫氫氫化鈉 你那個寫的不知道嗎 先把他那個支援的那個寫不知道 納加水產生 你還給我寫中文耶 Oh My God 那叫誰產生氫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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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氫 哇你好會操喔 我看的話你不用上來了 好回家 你鞋跟他鞋基本上是一樣 OK 來 鞋加水產生鞋跟鞋沒有平衡 最複雜的當作一或二 你覺得誰最複雜呢 鞋長化鞋最複雜 東西最多 鞋上去鞋就定好了 左一次左邊一個鞋右邊一個鞋 左邊一個鞋右邊一個鞋 左邊一個癢右邊一個癢 對不起剛剛講錯話 好 鞋不能用 因為左邊一次鞋 右邊兩次鞋 所以鞋要留在最後 但是鞋跟癢可以用 好 右邊有一個鞋 所以左邊一個鞋 這個一個鞋洗上去之後 鞋的旁邊沒有東西就定好 不能動了 沒有東西可以動了 就不要管了 回到剛剛那是鞋 右邊有一個鞋 所以左邊有幾個鞋 一個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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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這個1洗上去之後 鞋就固定了 對不對 左邊有兩個鞋 右邊有幾個鞋 兩個鞋 右邊已經有一個鞋了 1沒有已經有一個鞋 還剩下一個鞋對不對 所以還剩下一個 怎麼樣把S都變成一個 二分之一 平衡好了 左邊跟右邊一樣多 但是我們說要怎麼辦 最簡單 整數比 所以通通乘以二 所以答案是這樣 所以這就是我們 第二個練習的答案 可以嗎 可以